文化风格这样卖? 打造青年增值平台。 1995年起,张鹏仁创立的魔言唱片接连打造出500、陈启珍、张震月、杨乃文、MC PlotDoc等歌手。 1998年开始,传统唱片市场面临数位化冲击,销售持续惨跌,它于是在2001年离开国时,并于2005年创业成立中子创新,希望打造青年创业平台。 1998年开始,我们的行业关键在创造流行,人才是血脉,唯有人才不断前仆后继,发挥创意,产业才有生意做。 如何让创作者有表现的原地,并且在当代获得成功,就是中子创新的定位。